大家好,今天来做一个好吃的锅包豆腐 酸甜开胃,鲜嫩有营养 老豆腐一块,加食盐 用热水浸泡10分钟 切出豆腥味,豆腐还能更滑嫩 然后切成半厘米厚的块 再调一点料汁 加食盐,白糖,淀粉,番茄酱 两勺生抽,一勺陈醋 三勺清水,搅匀化开备用 碗里打两个鸡蛋 搅成鸡蛋液 平底锅烧热加油,用刷纸刷匀 豆腐先裹上玉米淀粉 再裹上鸡蛋液 下入平底锅,小火开始煎 转动锅使其受热均匀 两分钟后,翻面再煎 煎至两面金黄,两面焦脆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盖盖煤,下面重 再大火收浓汤汁 最后撒上葱花 好吃的锅包豆腐完成 简单好吃,酸甜入味 豆腐也非常的滑嫩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最初做美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